烫干丝,五丁包,豆沙包,菜蒸饺,肉蒸饺,还有烧麦,菜包,这满满的一大桌 我们这边四个壮汉都不一定能吃完,大家猜一下是多少钱 高油早茶和洋粥早茶有什么区别? 我们高油的东西,为洋粥有区别的 大家好,我是小九,今天我们来到了江苏高油 这边一家30年的高油早茶店 我们来尝一尝高油这边特色的早茶 很多年纪的朋友这都没看过 门板你们见过吗?别说00后,很多90后都没见过 这话已经早餐9点多钟了 看一下里面人 春来茶馆 这是蒸饺 蒸饺 这么大一个 到这边来是吃早茶还是吃早茶 早茶,早茶 老板尝料,联奖三面,这是早茶,不是早饭 我们店里就是早茶 都要配一杯茶的是吧 我们有茶医茶 都要配一杯的 装成过来吃的 我今天晚上看了,等奶奶 他们家味道怎么样? 我刚刚吃还可以 他可以是吧? 但是他跟胎肉呢,跟羊肉呢还是有点差距 有差距?差别? 我们的面跟他们面不同 他们是老叫发面 他们呢,他们是八角粉发的面 你们年轻人吃的,可能有十年提前了 你们那边回来呢 啊,我们我们甜的应该能吃的过 这个店开多少年了? 刚才那个大姐说 你们这个叫老面啊 我再讲一讲 这个手艺是家里传的 还是以前在单位学的? 我老父亲去做 哦,父亲就做这个 主传的 大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大概是什么馅 这是什么? 五丁 这个我知道,豆沙 这个呢? 菜包 三鲜菜包 三鲜菜包,还分两种菜包 这个是什么馅? 这是虾饺 虾饺 这个呢? 肉饺 这就是蟹黄包 这是我们订的 跟他们厂家订的 订制的杆子 哦,直接切就行了 对,直接切 这必须要手工啊 要继续它就味道不同了 这个好像跟扬州的那个干丝 又不一样了 对,扬州的干丝嘛 它是现成了 现成了之后呢 它是烫一下就行了 它的干丝跟我们干丝也不同 哦,刺激不同 它那个干丝更嫩一点 一天烫干丝的话 要点多少分啊 一般的可以 呃,星期天之末的话 有一般的50份左右 吃高油早茶 这个干丝是必点的吗 一般的都点 5元钱一份 5块一份啊 5块钱 这么一小盘 半熟一点点味精 这是我们自家熬制的 酱油 这个是最关键的 对 最关键的 就是我们自家熬制的酱油 就好了 就好了 好了 就可以蒸 蒸熟了以后上面撒一点 西芹 药情 就是西芹 再放一点 麻油 就成功了 高油的烫干丝 还要来点麻油 别像高油离羊都这么近啊 干丝做法完全不一样 94块钱 你们觉得实惠不实惠 高油的早茶 看一下这么大的肉蒸饺 里面的卤汁满满 确实啊 刚老板说了 这边的东西偏甜 馅子很甜 我已经吸了很多卤了 还有这么多 我觉得如果食量小一点的 女生过来 这一个蒸饺 可能就吃饱了 这是高油的干丝 它们不是烫的 是蒸出来的 阳式早茶 东西做的比较大 我觉得既是一个优点 也是一个缺点 优点是经济实惠 但是缺点 大家看一下 这个叫五丁包 里面是鸭肉 猪肉 香菇 笋子 还有木耳 这么大一个包子 4块5一个 我觉得如果把它做成 三分之一大小的话 这样 大家各个品种 都能品尝一下 刚刚我们这个高油的兄弟说了 这个是最后吃的是吧 对 为什么 太腻了 不然一个就饱了 一个就打倒了 看一下这个馅 一个蒸饺 一个包子 来点干丝 我觉得基本我就饱了 如果再吃的话 中饭吃不下了 为什么这边的包子 做这么大 为什么里面 就甜一点 油重一点 高油 它这边是靠运河 以前是码头城市 有很多的码头工人 他们是干利活的 所以一定要吃饱 然后呢 对于热量的需求 是比较高的 所以一定要 重油 重糖 我觉得如果屏幕前的朋友 有机会到高油来的话 一定要尝一尝 高油的特色早茶 味道确实不错 另外多说一句 这边吃东西 茶是免费的 那边 咱们 隔